我實在是不需要問財青的候選人 你真的堅持2025非核家園嗎 堅持的話 票就先跑掉一大半了 那就企業界了 你說合一合二核塞要延遇 可是要衝擊 因為你組建的新北市 卡關甘事儲存潮 導致現在的僵局 難道這就是你的合核罪事情嗎 那我有沒有聽錯 因為核能基礎你不想說 是不是要合一合二核塞要延遇 你會說清楚喔 你就把2025非核家園這個錯誤的政策 對前面來講 回絕系列 我想要請教兩位市長 你們在當市長的時候都說 如果核電沒有安全就沒有核電 核廢料沒有替出就沒有核電 你們當初所講的這些條件 都已經改變了嗎 法律規定 2025年 台灣的核能發電廠 第三廠 第二個機組 一定要在2025年中能夠除疫 在這種狀況之下 順勢提出了 2050非核目標的計畫 並不是在核能基礎還可以運轉的過程當中 把它中斷 不讓它運作 核能基礎停止之後 我們大力的發展綠能產業 在這幾年來也相當的成果 我們在去年 綠能的發電已經佔台灣發電佔比10% 已經超過了核能發電5%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只要持續推動綠能產業的發展 一定可以迎刃解決 氣候變遷下產業面臨的各種問題 台灣最缺電的時候是 馬英九前總統把政權交給蔡英文總統的時候 沒幾天 也就是2016年5月30號 當時的備轉容量力才剩下1.64% 換句話說只剩下1.64%的電可以供使用而已 但是現在不管任何時候 我們的備轉容量力都到10%到15%左右 換句話說 在即便是在尖峰時刻 我們的用電仍然有剩餘 那麼根據台電的推估 在2030年之前 我們的需求會增加700萬千瓦 但是我們供應可以達到900萬千瓦 換句話說 未來的供電會更加的穩定 缺電的時代已經過去 我們最重要的是要推動能源的第二次轉型 也就是發展多元的力能 關於電力的問題 我們四個方面來討論 發電 輸電 除電跟節電 講到發電 這個就牽涉到大家目前最關心的核能問題 我的態度是這樣 再生能源應當要穩健的發展 而不是先決定2025非核家園 要把核能停掉 然後再轉過頭來要求這個再生能源的風電光電要快速 強迫它發展起來 其實也因為這樣衍生了很多的弊端 因此我主張核二核三千研議 核四儘速提前再決定下一步 目前2050靜零碳排放的目標之下 最近在Cup 28有22個國家發表說 以2020為標準的話 到2050希望它的核電是增加三倍 因此我們還是要以一個比較務實的態度來面對核能 不要用非核家園當作一個意識形態來操作 在這個地方我實在忍不住要問賴清德候選人 你真的堅持2025非核家園嗎 我現在就告訴你 你堅持的話票就先跑掉一大半了 這就企業界了 你在5月的時候停機的核能基礎要維持可緊急使用的狀態 以備不時之需 請問核電可以收關就關 收開就開嗎 這是你自己講的 還是你們的智庫的專家也是這樣講 你不知道核電一般是用在穩定的基礎發電嗎 它不是要隨開隨用的 10月的時候你在自己的記者會上說 你不是要競選未來10年甚至更久的總統 所以回避這個問題 這代表你沒有長期規劃吧 也沒有只想炒短線 這樣子我選總統 不過我要問侯友宜 市長 你說核一核三 核一核二核三要援議 核四要重啟 可是你要知道核一核二 因為你組建的新北市 卡關 乾式 儲存槽 反應如中的用過的燃料棒是無法取出的 台電送建13次 新北市都不核電 導致現在的僵局 難道這就是你的核核罪事情嗎 要不要再左揮核家園 到底揮核家園你面對的態度 要不要用核電 要鼓鼓清澈嘛 你今天都說不清澈 但是你今天說一個重點 我也說一下 到底我有沒有聽錯 我不知道 他核能機組不能停 核能機組不能停 我有沒有聽錯 如果核能機組你不想停 是不是要核一核二核三要援議 你就說清楚喔 你如果是要走用核電 你就把2025揮核家園 這是錯誤的政策 對全民來講 毀劫的事件 尤其你剛剛談的 我也覺得很奇怪 你的淨零轉型怎麼做到 我記得你們中央規劃2030 你們要減碳24% 25% 現在呢 我看喔 人家國2030都減到40%到45% 都差了差那麼長 你現在追趕都來不及了 而且你的整個政策跟國際的整個潮流是倍道而止 你那國的氣候變遷委員會也說得這麼清楚啊 2050有很多的先進國家要用三倍的核電耶 我也覺得不知道你要不要再轉個彎嘛 太多轉彎 我覺得這個太重要了 不是我們經濟產業喔 也關系我們的國家安全喔 所以這必須要告個清楚 差不多 柯主席在說我的甘肅儲存潮 為什麼不需要趕快反應過 我特別解釋一下 我在新北市做這麼久 我是和安監督委員會的指導委員 因為市外的甘肅儲存潮 剛才放在那山坡的旁邊 有一天我現在下大海去看的時候 山坡整個倒塌 高架電塔整個倒塌 那個沒有丟在甘肅儲存潮 就連在潛伐溪 整個台灣海峽的海域 所以我要求他們結構要做好 一定要更強度結構安全 沒有和安我們將失去所有的一切 我要求中央要正好 結果中央遲遲不改嘛 雖然他來送請司法 待會去判決嘛 司法待會去判決出來 我都尊重 但是你去買 把他的整個結構做好 別用擔心嘛 我再次強調 剛剛我已經有提到過 2050非核家園 並不是蔡英文強力的 把可以運轉的核電把它終止 而是因為法律的規定 最後一個基礎就是核山場的第二號基礎 必須要在2025年其中停止運轉 這是法律規定 那還好蔡英文總統因應局勢 推動綠能產業的發展 否則的話 我們今天會更慘 我想要請教兩位市長 你們在當市長的時候都說 如果核電沒有安全 就沒有核電 核廢料沒有去處 就沒有核電 你現在選總統的時候 態度完全改變 你們當初所講的這些條件都已經改變了嗎 另外也要跟社會大眾說明清楚 COP28 所謂談到2050核電要三倍 這並不是大會的共識 是有人提出這樣一個主張 但不是大會的共識 大會的共識是要 再生能源要增加兩倍 用電效率要增加一倍 這個才是大會的共識 我們一定要跟社會大眾清楚說明 你們今天不是只有要核一 核二 核三 要演繹 你們不約兒童 核四 通通都要重啟 公民投票已經通過了 你們今天在這個場合上 說還要再重啟核四 那你把那個公民投票的法律效力 自放於核地 這個必須要跟社會大眾說明 我當初之所以說 沒有把新興的核能科技算在內 是因為我的任期兩任也才八年 新興的核能技術 什麼時候可以成熟問世 這個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才說 我們必須要考量到 我的任期只有八年 並不是說我的能源政策的規劃 只限於八年